大家好 我是阿贵 最古 大家知道台湾有很多很多庙 那你也知道 台湾很多庙也有很多个香客大楼吗 香客大楼是什么呢 香客大楼是宗教场所附近 为接待参拜者设的住宿设施 为信徒提供方便停留 还有修行的空间 每座香客大楼的建筑风格 往往反映了当地的文化 宗教信仰还有历史背景 观察起来非常好玩 今天来到的香客大楼是在台南 南昆圣戴天府庙 南昆圣戴天府是位于台南北门区的王爷庙 分别由戴天府万山堂两座庙的组成 是全台最大规模 历史最悠久的王爷信仰中心 建立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在许多台南人的记忆中 对于戴天府的记忆就是超热闹庙会 每年王爷生日几过年期间 来京乡的人还有游客不计其数 走进庙宇会有一种金牢牢 进大观园的感觉 非常的宽敞 建筑特色气势 也有山水陵园造型 里面竟然还有超上 也太扯了 这里也被登陆为火定骨鸡 非常适合散步走走 这里真的超级大 哇 好像一个宫廷 宫廷 开箱枪客到了之前 先去吃了非常可以代表昆森的一个食物 我们现在来到南昆森的朋友旁边的清昆森 这边有很多鹅啊 然后最有名的是这个鹅爹 来吃秀里鹅爹看看 秀里鹅爹 台南沿海一带都是台湾主要的两颗地区之一 这次来拜访位于清昆森巷弄内的百年烙店 里面有贩售鹅爹面线炸物海鲜的餐点小吃 可是鹅啊的炸的为什么叫鹅爹 鹅的爸爸 鹅爹不是不是 爹不是爸爸的意思吗 不是耶 因为它是口字嘛 我以为是鹅爸爸 不过我比较不了解鹅啊的好吃 我可能还没长大 我自己觉得是大人的滋味 我这个人只会吃蛤蜊这样子 那今天来看看鹅啊会不会很新鲜好吃 来吃吃看鹅爹 鹅爹 其实花枝爹也有花枝 老板我可以请问一下为什么吃爹 什么也不用说 不是吗 以前代语就说爹啊 好奇怪 鹅爹咯 先写账还是等一下 老板 我是那个韩国来的 你讲韩国来的咯 YouTuber 上次没有来咯 我没有哦 第一次来第一次 然后本来老板是陈老板 但是他的可能老婆是王秀如 然后这间店才叫秀里鹅爹 老板 对不对 我的老公如果煎过鹅爹 煎过鲁肉饭 这样很感动 有一种他买房子然后用我的名义的感觉 哈哈哈哈 哇老板的招待 不好意思咩 谢谢 哇这是什么 这是 软 好 秀里老板娘这个太浮夸了 我只有点两个鹅爹而已 这个直接 排线大拼盘 秀里人情味太高标了这个 这个就是鹅爹 加在中间啦 这样 辣的 给大家看剥开的感觉 看里面 我有看到鹅仔了 超大一块的 哇里面满满 Oh my god 满满的鹅鹅 我爸爸妈妈一定超喜欢 他们很爱鹅爹 你看根本没有什么 面粉 对啊料太多了吧 葱啊鹅啊 吃吃看 请吃吃酒 这是大人的滋味啦 你看这边因为全部的人都是长辈 我们是最年轻的 可以感受到里面很多菜的那种甜味 它没有多加很多什么调味 然后外酥内软 它外甜很像那种 黑皮鸡排的那种 有点甜甜玉米味的那种 很想要带爸爸妈妈来的那种店喔 我们这种小朋友呢 吃这种花枝就好了 很少味耶 我喜欢哈欠 虾子 老板秀礼老板在哪里 在哪里 真的吗 真的假的 秀礼老板有本人耶 哈啰 开盲目喔 又直播喔 直播这个不是直播 这是拍影片的 好拍影片喔 我们想说我只是想要吃一颗鹅爹 没想到因为秀礼老板的人情味 吃了一大盘海鲜拼盘 他还请我喝饮料 哎呦 台湾昆森冷的人情味 真的是让我这趟旅游 变得更温暖 今天要住的地方 就是这一栋 有听说过一间香客大楼游娜 米其林三星吗 超大一栋的昆森晚会感 一人房到十一人房 房源非常的丰富 环境优 房间也非常的干净 对参败者来说是一个天使吧 旁边呢另外一个 民事建筑特色的香客大楼 七千多瓶的四合院士 一次可以容纳三百多位租客喔 太扯了 好高级的地方喔 果然是 米其林三星的这个 香客大 三星今年 这也是我来过 竹一竹二很大的庙 这一过年真的很精彩 真的很大耶 哇而且你看这个屋顶 都有这样的天花板 很澎湃 而且这一栋道楼虽然是新的 但是它们都有 保有很传统的这种建筑的风格 所以呢我觉得 就是一到这里的感觉是 很舒服的 因为有一些庙我会觉得 有一点点有一点感觉 但是这里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很期待竟然会做什么Mock的大家 我们是6037 这个地方是两个人两千块 大家进去咯 好先有这个厕所 喔还不错耶好干净喔 很干净耶 哇这么有点低的感觉 你不觉得吗 很低的感觉 首先不会太潮湿 然后干干净净的 我觉得感觉非常的好 然后这里有两个床小床 然后这都有这个 笑我一跳 关门啦关门 诶 你们那是断片诶 再重新再进 没事的没事的 好 重新一次喔 好 你看这个两个小床 然後都有附這個珍貴的這個拖鞋的部分 藍百顆 珍貴到不行 有一個小的電視 還有兩個可以然後休息的下午茶區 Oh my god 這個景色也太好了吧 這個景色很好耶 大家 這個 這個我很久沒有開這種的 這個 阿媽家的那種 你看 外面是這個很漂亮的民視建築物的景色 居然有冰箱 很少地方有冰箱耶 我很喜歡這個床 Kirby的顏色 這就是很延避的 這邊真的沒到我一直想要拍耶 還有這邊可以坐著choochoo耶 這個是Kirby 這不是我出的聲音 這是光的聲音 太美了吧 有點不像廟 很像一個觀光景點那種 這裡的龜佛真的很大耶 剛剛這邊呢就是我們要住的香客道樓 比較新的 那這邊走呢 它有比較傳統民視建築物的那種香客道樓 我們來去看看 好漂亮耶 我很像這裡的什麼金公主一樣 歡迎來到我的家 金家花園 我最好喜歡這種綠色跟紅色這樣搭配起來 我去過蠻多間香客道樓 那這一間我覺得 第一名最漂亮的 很像杜加城 杜加城 傳統杜加城 住宿部這邊24小時 大家看 這邊就是傳統式的 太美了 我的家不錯喔 這有點大啦 可能要就是好好找一下我在哪邊 不好意思喔 可是就是當 散步嘛 運動一下啊 其實我跟台灣這麼有緣 也有可能是 我前世是台灣人嘛 很有可能的 我可能很長的感覺 我覺得這裡很舒服 也有可能以前是住在這裡喔 我覺得我找到家了 哈哈哈哈哈哈 漸漸著說 你在跟他一下 好 現在呢 李廟附近 大概十分鐘的居有 鹽田來追 耶 耶 耶 台南的鹽田 不僅對當地的歷史發展 還有經濟繁榮有重大的影響 這邊呢 是鹽田非常非常美的 最佳西洋觀賞區 我們來到雪甲天人夜市 可是這邊很像不是那種 觀光客來的 很像在地人下班騎摩托車 順便來買晚餐的那種感覺 哇喔 剛剛看了藝人這一間 炸祭店是最多人的 我們來吃這一間 這個要拿這個鍋子耶 鍋子超好吃的 哇帥耶 雞塊 這個 兩個 我要一個雞腿 雞脖子啦 雞脖子超好吃的 你看這個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很可以耶 雞腿 哇 加啦 哇 要加 我們先吃一下這個 雞腿喔 他會幫忙剪耶 太貼心了吧 不客氣了 我要用手 炸雞要用手吃吧 小心點喔 哇 哇 嗯 很嫩 很juic 鹹鹹的那種 很爽的那種 如果這一間開在韓國一定會大發 因為韓國吃炸雞都要吃半隻或是一整隻 如果你可以路過吃個炸雞 哇 這個大發 特寫一下這個肉 哇 嗯 嗯 好香 這個真的是台灣才有的 我在別的地方沒有看過 像這種飲料店 而且聽說這種飲料店都是美女在開的對不對 美女 在台灣的話美女才會開這樣的店 美女 美女 哈哈哈 啊 啊 沒有 啊 現在台南還是偏熱 喔 這個天堂 天堂 大家我看到一個超級超級酷的蔥牛筆 我好像沒有看過這樣做的蔥牛筆 它在旁邊這樣露露露的 然後進到這個鍋子裡面 所以看起來非常非常酥脆 對 我很久沒有在外面買蔥牛筆吃了 大學的時候才會這樣子 真的來到夜市的感覺 我等一下一定要拍到它剪蔥牛筆的那個身影 給大家看 大家看 酥脆 四面包包都是很脆喔 喔 聽到聲音 喔 卡滋卡滋 喔 好像餅乾喔 超讚的 如果我家旁邊的話我會拿來當宵夜 配我的盤子 不錯不錯 金公主滿意 而且它有那種酥脆的那個很香很香 而且它有嚼勁 它沒有像有些很薄 真的要吃的 很香 好香喔 回到我們的住宿了 也洗好家 喔 這個超寶 目前來說這個香客套 我覺得超級乾淨舒適 廁所也我覺得蠻乾淨的 日式公主大家要自己帶 因為沒有那個洗髮型跟那些 然後吃剛剛買的鹽水 這個 哇 今天本來要吃那個 這邊最有名的休豬蕾 但是我們剛好去的時候它賣完 所以想說明天早晚去吃 因為老闆說明天他可以為了我們提早上班這樣 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每次去夜市看到休豬蕾 但是我好像沒有吃過休豬蕾 明天來吃很滿期待的 我真的很想要去台灣的所有香客大樓 因為我只要是在廟附近或者是住香客大樓的話 都會做比較奇特的夢 我只要在香客大樓睡覺 都會做非常奇特的夢 也是這系列最期待的一環吧 之前做過牆壁漏水的夢 很恐怖 可是在網路上說 這是會發大財的一個夢 做完夢之後 我就破了100萬訂閱 也有一些塞車的夢等等 不太一般 我們來看看在南昆山廟的夢會是怎麼樣 明天早上見 大家早安 現在大概9點鐘 然後發現我凌晨的時候在這邊都會有那個顛簿 他們在跳舞現在7點不到7點 一開始以為下雨了嗎 然後結果是 我覺得這個超多的變化 可能是要讓一個人生起床 是不是這樣的話 然後還有跳舞的人 我覺得超級酷的 我睡過很多香客大樓 但是第一次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蠻酷的 然後我跟大家說我做了什麼夢 我來的要大發了 要發財了 我夢到台灣的奧運金牌選手 是不是很厲害 金牌選手 金賤菇 兩個金 我運動 你運動 出現在我的夢裡 然後他幫我打理我的頭髮什麼 他還自己戴離子角 然後幫我夾我的頭髮 然後對我的那個感覺是非常溫柔 然後很像親姊姊的那種 真的 親姊姊 那你睡起來怎麼樣 睡死 不知道我幾點睡早餐 剛剛也是睡眠在那邊 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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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一間雖然到海邊蠻近的 但是也不會到很潮濕 可能是高層樓吧 所以就是整個空氣啊 溼度非常非常的舒服 如果要夾一個缺點的話 床可能比較一般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睡得很好 南昆森的戴天 南克大樓我給五顆星 不是說你夢到玉鼎剛能做什麼事情 他幫我打理 打理頭髮 夢見明星大人我幫你打理 只是奉獻與自己喜歡的明星相處 暗示你最近有財運還轉 多餘的資訊會減少 無可借你的錢 該回這邊的錢啊 有人快虧還 嗚欹 發閘了 大方了 陽鼎姐姐 coffee 有可能我們在這個地方很有緣 很愛 所以希望可以再來看這個地方追上 他可能會遇到我 Hey could you see me 如果你也有夢到的話 代表我們真的是有緣 我們在欠息 芋婷覺得困擾 玉顶人是誰啊 什麼東西 好 我們check out了 然後這個廟就是在這邊嘛 前面有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 豬豬雷 今天早上9點 我就來開始吃了大家 可以不要吃到飯了 可以吃吃看嗎 可以啊 兩個口味有什麼不一樣啊 這個就肉比較香 哦 這個要怎麼吃啊 直接吸嗎 來吧 它的醬很好吃耶 沙茶加辣醬 很酷勻耶 謝謝 你說這個是肉比較大的 對… 是豐柔嗎 對 這個不敢吃耶 要吃一看嗎 吃一看… 怎麼好像沒有吃過這個耶 太好吃了 而且也沒什麼腥味耶 好吃耶 然後它這個醬汁耶 為什麼是醬汁耶 因為它有加醬汁嗎 沒有沒有 它沒有加嗎 對 是因為它要配酒 所以它就要吃醬汁耶 哦 應該是 因為很多人都買了一批 推幣 哦 因為大家都會來搭配醬汁 哦 那我會選… 哦 這個 這個好了 今天的早餐呢 享受這邊附近有一個科療市場 這裡有很有名的墳羅 所以呢 我們去找找看 好像是這一間 我們現在9點囉 其實都差不多關了耶 太早了吧 餵婚禮 好吃喔 這個也還有嗎 真的 對 嗚 你這麼早就收到 對 我不想吃 吃醬汁 哦 吃…吃醬汁 你要餵我吃嗎 來 來 給你 來 哇 好棒喔 很甜嗎 很甜 甜… 甜不甜嗎 甜甜 甜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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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喔 嗯 好 吃好 嗯 哇 在市場吃 分… 蛤 分貴 分貴 我只有看過很黃的那種分貴 只有…沒有看過這種… 那你每天都幾點起來做的 3點都 嗯 3點 哇 啊 現在年輕人都3點睡覺 在這裡 這裡大家幾點會開啊 市場 5點 然後大概9點就結束了 他8點半再記得5點 烤得怎麼樣 還要吃手朱蕾嗎 手朱蕾 分給你 不行 嗯 人家可以吃 你不是這些人喔 對啊 韓國人 韓國人 我是跟他們說的就知道了 廢伯台語 台語廢伯 要講廢伯 要練習啦 啊 練習 叫我叫我 很漂亮 漂亮耶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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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還有什麼 那台灣叫 修酒咧 啊 修酒咧 南軍新的修酒咧 南軍新的修酒咧 很好吃喔 好吃 對 好吃 台灣男生怎麼說 台灣的男生 台灣的男生 贊不贊 贊 你女生啊 我 我生台灣男生 她說什麼 聽什麼 啊 嫁來台灣 贊不贊 贊 有小孩子嗎 哇 好多耶 那你媽媽剩幾個 三個 三個 我第二個 要不要吃酥酒咧 這邊吃都要吃一口 酥酒咧 我自己也會吃 我這裡也會吃 真的嗎 我有吃 因為我很喜歡吃 你是哪裡人啦 講話口音不一樣 韓國人 是韓國人啦 因為韓國人有炸過 又不是我們家的 說嘛 很Q啊 韓國人 漂亮嗎 漂亮 漂亮 我吃 對 酥酒咧很好吃耶 阿姨 對 我不知道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你看酥酒咧有這樣的魅力 我之前都不知道耶 我也是一口一口的吃 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耶 阿姨們覺得南昆山怎麼樣 不要啊 吃大牛肉肉肉肉肉肉啊 南昆山是 天菇拉在一個中間 她是土生土長在這邊長大 我在土生土長 喔 在這邊只有六十一名 喔 真的假的 我也是 她也是啊 對啊 啊 南昆山的話 她那時候是 一個宗教 宗教 一個宗教團體 然後她供奉的是五王爺 他們的一個王爺有各五個名字 從我小時候 他們就是一個觀光地方 遊樂區很少嘛 因為它這個占地很大 占地很大 所以它就會裡面有各種各樣的 那個樹木啊 花草啊 還有各式那個花雕啊有沒有 就會形成 因為大家在這邊就很多 那你推薦大家來南昆山走走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那阿姨們可以說一句 歡迎來到南昆山這樣嗎 來 歡迎 歡迎南昆山 一二三 一二三 歡迎 歡迎來南昆山 來這裡 這樣沒話說 好 那這次呢 我來到這個台南的南昆山 第一次來住了南昆山的 江客道樓 體驗得非常的棒 然後附近也有很多海鮮啊 還有海 有農田 還有很好吃的這個粉蘿 蚵仔真的很多耶 對對對 我在想如果真的喜歡吃蚵仔的朋友們 非常非常值得來這邊走一趟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 大家喜歡 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幫我點按照分享 可以去看看我的 《香客道樓》系列唷 大家拜拜